曾毅文理集團品牌長 現任北京奧倫達集團 經營管理處總監的校友張立中 四日回母校大大學 舉辦張立中的孤獨率新書記 職雅分享會 以學弟妹暢談他的職場轉換 與奮鬥歷程 其實我這次透過出版 我這本新書主要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不管外界如何變化 或者職場對你而言 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我覺得只要先把自己的歷證好 然後先讓自己培養 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去體會覺察自己的存在 那怎麼跟職場中產生很好的關係 那先把自己確立之後呢 方向確定之後就繼續前進 然後就是很多的機會 或者很多的改變都會在過程中發生 所以其實也不用急 就是說也不用跟別人比較 就是說我就職場上 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確定之後 持續前進 然後就是往理想的自己中去邁進這樣子 呆大學校長梁卓忠表示 呆大學創校30年來 培育了超過5萬5千名的校友 很高興在職場上發光發亮的校友張立忠能回到母校 傳承經驗給學弟妹 我想他今天的這個書呢 我想他把他在從畢業之後 各位曉得他張立忠能是直接去念到了碩士 中間呢他沒有經過這個學士這樣子的接待 那一路呢跌跌撞撞的 那自己非常的靠自己的力量 一路奮鬥的成長 所以呢他有了很多 把他很多的工作的經驗 那把他寫在這本書上面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個工作心房 張立忠的孤獨立是他歷經十余年職場歷練的心得 這場職場分享會一定能提供學弟妹許多的啟發 大一任新聞劉慶孝採訪報導